胸大还穿紧身衣 看着像麦呢 那给谁看呀 我叫Bella 是一名大修女孩 从上初中开始 我便成为了 同龄女孩中的异类 听惯了来自同学们的 绩效嘲讽 大修妹来了 嘿 大奶娘 同样的衣服 小修女孩穿上 就是高级 纯裕 而我穿 就是低俗 那些骚扰的言语 和异样的目光 让我一度开始 厌恶自己的身材 哎 不知减点 哇 你看刚走过去那个 为此我舍弃了 自己喜爱的穿衣风格 不再将照片 抛到社交平台 周围人都在提醒着我 胸大就是原罪 大胸就应该羞耻 可是凭什么 直到上周 我和我曾经的大学 室友Lara一起吃饭 她说 真羡慕你呀 身材凹脱有致的 我男友总说 我没有女人问 我还想去做一个呢 于是她真的去做了 但是之后 她的男友却还是劈了腿 终于拥有了 理想中身材的她 刚从平胸羞耻解脱 却又陷入了 三十岁大龄未婚的羞耻 我开始意识到 原来女孩们的羞耻感 根本没有尽头 我们因为胸大 被说不正经 因为平胸 被说没有女人问 我们因为恋爱脑而羞耻 又因为单身未婚而羞耻 我们不婚不育羞耻 早婚早育也在羞耻 我们月经羞耻 性幻想羞耻 性冷淡也羞耻 我将我自己的喜悦 自卑与愤怒 非常愚蠢地建立在了他人的认知上 如果我们总是将情绪 寄托在他性之上 那么羞耻感就永远不会结束 所以 女孩 请试着将羞耻感粉碎 扬在空气里 去拥抱自己的真实感受 别再用别人的标准来评判自己 女生可以性感可爱 也可以清冷温柔 至于那些无聊的非议和揣测 Who cares 当你放下羞耻感 丢弃包袱 轻松上转 你会获得更多精力去学习 去探索 你会发现 原来自己 可以活得自由又骄傲 然后就会发现 我把他帮助 宋似完 你会发现 这么久的 组